我就招毛 没时间解释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 过一熊孩子的电影 帕丁顿熊2 缝合任励的一天 熊姬来到了一家古董收藏店 他决定给他的婶婶送一个生日礼物 在店长推荐的几款东西都被拒绝之后 乔姬发挥了乱翻东西的本色 他找到了一本立体绘本 贵本是伦敦的各种风景 婶婶硬置梦想来伦敦玩一下 所以熊姬想买下来 送给婶婶作为生日礼物 可是店长却告诉他 I'm afraid you would need a thousand of those coins 我才嘞 店长你这明显就是宰客吧 J要买汇本的熊姬决定打工赚钱 但是他工作起来却是这样的 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我才嘞 你这熊孩子还真是干啥啥不行啊 钱还没赚多少 意外就发生了 熊姬发现有人在抢劫古董店 而且抢劫犯啥也不抢 就抢了这个立体汇本 所以抢劫犯你也是个熊孩子对吗 现在来双方展开了一场追逐 抢劫犯凭空消失了 警察却一路尾随而至 没对警察的质疑 熊姬汹涌重逐的回答 熊姬被警察认为是小偷 于是被送进了监狱 刚进监狱的熊姬立马发挥了自己熊孩子的本色 好在监狱的老哥们十分宽宏大量 表示熊姬只要别再折腾了就不会弄死他 但是俗话说的好 服务双制祸不担心 熊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饭菜太难吃了 于是他决定向厨师提意见 连看一场惨剧即将发生 熊姬即将被做成熊肉三明治 可是奇迹发生了 熊姬成功当上了厨师的小弟 但是作为交换 他得教厨师做果酱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熊姬和厨师来到了厨房 开始了紧张而又忙碌的烹饪 太阳光晴亮亮 熊姬长三长 我还醒了了 鸟儿帮梳妆 烹饪完成后厨师十分紧张 毕竟他只会用手打人 从来没有用手挤过成针 但是奇迹又发生了 完美融入监狱生活的熊姬 生活得十分滋润 并且和监狱老哥们 把监狱改造的更美了 而此时熊姬的家人们也发现了真相 原来立体绘本是一个藏宝图 偷走他的人就是邻居单身狗 他最爱吃的就是狗粮 单身狗之所以要偷藏宝图 是因为这是他爷爷的遗愿 单身狗拿到藏宝图之后 开始寻找线索 犯下了几起案子 而在这过程中 他也露出了马脚 被熊姬的家人发现了不对劲 于是熊姬的家人 潜入单身狗的家中寻找线索 得知真相的熊姬继续出狱 这和其他的监狱老哥们不谋而合 于是一场越狱行动开始 熊姬和监狱老哥们成功越狱 监狱老哥想要熊姬和他们一起离开英国 但是熊姬拒绝了 因为他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熊姬一路寻找 终于追上了单身狗乘坐的火车 单身狗也成功打开了藏宝器官 但是我们的熊孩子怎么能让他得逞呢 诶 我拿 拿走立体绘本的熊姬一路小跑 单身狗就一路追 但是单身狗一不小心就掉了下去 而熊姬的家人在此已守候多时了 但是单身狗毕竟是单身狗 单身15年剑法如闪电 一下子就控制了所有人 把熊姬也掉入水中 正在这关键时刻 呆地站了出来 掉入水中的熊姬即将窒息 来救他的姐姐也没法将他救出来 这时奇迹发生了 鉴于老哥从天而降 大家一起用着自己单身30年的力气救出了熊姬 醒来后的熊姬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而他一直思念的闪神也被大家请来来伦敦 嗯 那团圆结局 所以说单身狗的宝藏和立体会本去哪了 啊 你们追来追去都干啥了 啊 熊姬就那么越狱了 真的没事吗 拍电盾熊2是一部非常好的合家幻电影 电影里的伦敦风光和优势优优优也是十分优秀 非常适合带着小孩子一起看 当然了 得提醒他们不能和这个熊孩子一样熊啊 好了 我去买赛了 吓吓白 喵